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里 都会有一首张青芳 我的人生当中如果要听到一首张青芳的歌的话 我会听到加州阳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在是嗲呀 在我大学时期我最喜欢的就是 加州阳光 卡拉福尼亚的阳光 赶快指南我的忧伤 它轻量的歌声 仿佛让我目逾在加州的阳光之下 最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加州阳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呢 都没有出过国 也不知道加州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从阿芒姐的歌词里头 你就会觉得哇 阳光特别好 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特别自在 对我来讲 让我饱受惊吓的一首歌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首歌 记忆深刻的一首歌 就是激情过后 你知道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所有的女歌星都很避暑 都很玉女的时候 竟然阿芳用她小钢炮的声音 唱出了激情过后 就是走在女性的 当时女性的先锋 我第一次听到她唱现场版的激情过后 她的歌声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艳 我觉得这首歌曲 除了她自己本人唱这首歌曲外 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人唱得比她更好 成长过程当中 芳姐的歌 其实就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 不管是我还年轻啊 天天年轻啊 还有 这些日子以来 影响我最深的 应该就是从1985年 她的第一张专辑 在激情过后 唱一首就困难的音乐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一个懵懂无知的 未成年少女的性情 就是年纪轻轻的我 竟然就懂得什么叫激情过后 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呢 就是激情过后 那个时候呢 我是一个大学生 大一的学生 情斗初开 因为我现在已经激情过了 所以呢 听起来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一定要唱哦 我最喜欢阿邦的一首歌 是狗狗吹烟 哈哈哈哈 怎么会有这首歌呢 我告诉你这首歌 好好听 画面好美 每一次我们不管是到 KTV还是Piano Bar 反正我都要点这首歌 然后呢 就是我唱前段 因为后面太高了 所以你唱不上去 然后呢 听阿邦 东方不败 本人帮我唱这个后段 好好听到一首歌 是吧 花底部 我觉得芳姐的声音 真的有一种魔力 它就是会把你勾进去 然后就是很甜美 很清澈 很透亮 它有些歌也在我生命中 留下很深的记忆 像是燃烧一瞬间啊 大雨的夜里啊 月琴啊 出嫁啊 太多了 我记忆中最印象深刻的一首歌 是出嫁 就是我记得 我甚至连MV我就记得 就是我觉得MV很可爱 然后这首歌 对于那时候 应该是有点 少女情怀的我吧 当然就也是一心就是 充满了浪漫的 喜欢这首歌 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 是出嫁 我幼稚圆的时候听的 芳姐 我从小听你唱歌长大 我最喜欢芳姐的一首歌 是出嫁 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婚姻 有一种冲击 我喜欢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也许是宿命 也许是注定 我最喜欢芳姐的一首歌 是出嫁 我在高中的时候 最喜欢跟同学去KTV唱 出嫁这首歌 有可能那时候 18岁情动初开的时候 但是现在 更喜欢芳姐的一首歌是 我还年轻 讲到张青芳 就想到年轻 因为她的作品 我还天天年轻 我还年轻 心情还不定 道声祝你 天天年轻 阿芳姐在我的人生 成长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总觉得 我每一个年纪 都会有一首 她的那个成名曲 陪伴着我 比如说 我还年轻 心情还不定 然后不然就是那个 燃烧一瞬间 就是有太多 太多成名曲陪伴着我了 我的偶像张青芳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共和回忆 当我在苦恋暗恋 什么的时候 就会听她的巡回 之后呢 我也很喜欢燃烧一瞬间 我甚至在我的音乐会 都表演过 然后芳姐就在台下 跟我互动 我觉得那个场面很荒谬 张青芳的歌 我来唱 然后她坐在台下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听说阿芳姐要办演唱会 祝福阿芳姐的 TELUS演唱会 圆满成功 这一次 请把握生命中的永恒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吗 张青芳 Stella 3月4日演唱会 6月10号 11号 黑黑小巨带 3月26号 拓远秀套系统 正式音乐 你喜欢我的歌吗 你喜欢我的歌 你喜欢我的歌